土托鱼因为年节期间停止低温宅配 澎湖土托鱼的价格不如往年高 但市场每公斤的零售价还是飙到了1600元 现在过完年了需求减少 价格回稳跌到600至800元 鱼饭也说民众想尝鲜正是时候 肉质鲜美口感扎实的土托鱼 是春节餐桌上的热门品项 但是今年春节澎湖低温配送暂停 少了奔倒的市场需求价格不如往年高 宅配不收那边就变成说土托只在地的鱼饭在飙 然后会导致它就是价格会比较下降 大家货都塞住所以那个会稍微降价一点 可是后来等到大家那个初五初六开工之后 其实土托的价格它就又有一点回升了 虽然不如前几年的天价 但土托每公斤零售价还是达到900至1600元 账幅达到三到四成 现在年价结束价格慢慢回稳 一公斤回到大约600到800元 只有我们本地人在购买的话 价位是蛮平均的 就不会到之前那么的甜价这样 会慢慢的越来越便宜 因为冬季过了 年后低温宅配恢复正常 土托鱼价格回稳 但也有鱼饭评估年节过了 价格会持续降低 有鱼中白金支撑的土托鱼 年后吃更划算 想创新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 记得澎湖众的爸爸 记得澎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